大家好我是Paul 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这周没有那个粉红的几短片 因为我找不到什么新奇的故事 他那个网站写手也不太够多 所以有时候他故事更新的不是每天 那总之那边有点点资源耗尽的感觉 我相信还是有 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累积了 然后我再挑比较好的来分享给大家 这周我们来看几个笑话好了 反正周五我们轻松一点 好第一个笑话其实很简单 我们很快把它念过去 懂得就懂不懂的话 我们再解释一下下 他的标题是 I saw a woman drop her purse in high street this morning So接下去 我看到一个女人掉了她的 purse 就她的包包 在high street是哪里 就是商店多的地方 就通常是那个 美国通常main street main street就是他们那种 一个小镇里或者大都市里最主要的干道 就像我们台湾的中正路 中山路这些的 你看每个乡镇都有中正路嘛 对不对 所以high street 大概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总之啊 她在 看到一个女生在中正路 掉了她的宝宝 this morning So 所以 I quickly followed her As I was just about to tap her on the shoulder She started running for a bus So I ran after her shouting You dropped your purse You dropped your purse 先看到这里 我就很快地去跟着她 Now As I was just about to tap her on the shoulder 就当我就快要去 碰到她的肩膀 所以你去点点人家的肩 这个动词就是tap tap 我们好像上礼拜还是 还看到 踢她舞 就tap dance tap 所以 拍一下谁的肩膀 tap 所以就当我快要碰到她的肩膀 I was just about to tap her on the shoulder 她就开始跑了 跑着搭什么搭公车 She started running for a bus 这里目前没问题 所以她就开始 跟着后面跑 I ran after her 叫着 You dropped your purse You dropped your purse 你哦 包包掉了 She didn't hear me and proceeded to get onto the bus 没听到 然后呢 她就接下来上了公车 所以proceed的这个字 就是进行了 接下来了 所以她就进行上公车的动作 proceed so proceed to do something 就是开始做那件事情 多补一个字 我们如果把这个proceed 变成加了一个s的话 她的发音 我们有讲过 也是我观众有提醒过一件事情 分享过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一个词 有动词名词的词性的时候 通常动词的重音在后面 所以我刚念proceed 的确重音在后面 而名词重音在前面 所以这里加了s 变成名词的时候 她的确 发音就变成了proceeds 这个proceeds就是 我们讲说做一个事情 然后她的鱼额 我们常讲这个鱼额 会捐给慈善机构 所以你会听到 你还在那种 例如说什么抽宽网会上 她就讲到 all proceeds will go to the charity 所以所有的这些 善款 这些的鱼额 鱼额 鱼额可能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一些人事成本扣掉 或什么的 把这个办活动的成本扣掉 所以她的proceeds 就会去捐给慈善机构 所以proceeds应该没问题 so she didn't hear me and proceeded to get onto the bus so I got on the bus too 我也上公车了 as I walked to the back of the bus I breathlessly said 所以当我走到了 公车后面的时候 所以这个公车后面 就叫做the back of the bus ok the back of the bus 这个片语 对于黑人来说 可能会比较有一些 共鸣感 因为他们就一些那种 种族上会有一些敏感的议题 像黑人以前是只能搭公车 搭在后面 不可以坐前面 因为前半部是给白人坐的 so the back of the bus black people were only allowed to ride at the back of the bus ok 搭公车也可以用ride 就像搭那个云霄飞车一样 so ride at the back of the bus 所以当他 as I walked to the back of the bus I breathlessly said 我就没气的这样说 you dropped your purse on the floor outside mcdonald's 你把你的包包 吊在麦当劳外面的地板上了 you dropped your purse on the floor outside mcdonald's thank you so much she said where is it I said where is it I said I've just told you on the floor outside mcdonald's ok 结束 他说谢谢 钱包咧 去哪了 他以为他追着他 拿还给他 对不对 然后他说 我刚刚告诉你了 在麦当劳外面的地上 ok 所以他只是要告诉他 man ok 女士 你掉你的钱包 我并没有捡过来还给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掉你的钱包而已 that's it 好 所以这第一个笑话 还可以吧 all right 下一个 马上看下去 第二个笑话呢 他的标题是 salesman 业务 业务人员 一样 我们就先读下去 a kid from louisiana Louisiana a kid from louisiana moves to california and is looking for a job 他搬到了加州 然后再找工作 the manager asks do you have any sales experience 你有没有任何销售的经验 业务经验 the kid says yeah I have a salesman I was a salesman 对不起 back home in louisiana 所以我以前在louisiana 就是一个salesman 我是一个业务员 the boss liked the kid so he gave him the job 他喜欢这孩子 他就给他工作了 注意他描述故事用过去式 然后用quotation的时候 就是不是过去式了 所以引用的时候用的是 他们现在仿佛是正在讲话的状态 所以你明天就来上班 这个英文就是很常听得到 其实但我们可能不是你中文想的 You start work tomorrow 不用 你直接说 You start tomorrow就够了 OK 所以这个片语 我也 这也不算片语 这是很常听到的句子 明天你就可以来上班了 You start tomorrow OK 所以经理跟他说 You start tomorrow After we close We'll see how you did 这句话我觉得很不错 为什么很不错 我们来分析一下文法 在我们关门后 我们再来讨论 你明天的表现怎么样 所以注意一下 在我们关门后 这个关门 当然还没发生 因为他都还没开始 明天嘛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关门后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 他所设出来的条件 所以关门后 所以他这里用的条件的状况就是 现在是 在我们关门后 After we close 我们来看看你的表现怎么样 而你的表现是不是就在关门前 虽然说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那仍然是明天未来的事情 可是从刚刚那一句 我们关门的那一个时代来看 它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所以这边 We will see 我们就会知道 你的表现怎么样 是在明天那个时间之前 过去是 How you did 这个文法相当的细腻 这个我们在台湾几乎没有 我没有看到文法书上 有过这样子的例句 因为很难想得出来 可是这个时代用的是 很有趣的精准的 OK So you start tomorrow 我现在跟你说 你明天开始 现在是 After we close 现在是 因为是明天关门的时候 We will see 我们就会看到 又变成未来是 我们在那时候就会看到 How you did 你表现怎么样 变成过去式 虽然说这件事情还没发生 可是对于未来来说 已经是过去式了 好希望这样解释 你有懂 OK First day on the job was rough but he got through it 所以第一天上班 蛮拼的 蛮 rough的 蛮颠簸的 but 但他过了 he got through it After the store closed 的确 关门后 打烊后 The boss asked 他就问了 How many sales today 今天做了几单生意啊 The kid says One 我做了一单生意 The boss says One We average 20 to 30 sales a day 我们平均 一天要二三十单内 How much was to sell for 你今天卖这一单 卖的多少呢 How much Kid says 他说了 101,237.64 所以 101237.64 所以 The boss says Wow that much What the hell did you sell 你卖的什么鬼 你知道10万就是台币的 乘以二十几的话 就是两百多万了 OK 怎么可能做一单生意 两百多万 Kid says 这孩子说了 First I sold him a small fishhook 我首先卖他一个小鱼钩 Then a medium fishhook 然后卖他一个中鱼钩 Then a larger fishhook 然后卖一个大鱼钩 Then I sold him a new fishing rod 然后我卖他一个新的 Fishing rod Fishing rod就是 钓鱼杆 Rod就是杆子 所以 然后我卖他一个钓鱼杆 所以 那经理大概就想 好哦 都卖钓鱼相关的东西哦 酷 Excuse me 然后这小孩子又说 这孩子又说 I asked him where he was going fishing And he said at the coast 我又问他 你要去哪里钓鱼啊 他说 我要去海岸钓鱼 So I told him He was going to need a boat 我就告诉他 你要一艘船 We went down to the boat department 我们就去了 船的这个部门 And I sold him that twin engine 我卖他那个双引擎的那个 可能就一个快艇之类的吧 He said he didn't think his Honda Civic would pull it 他说 他不觉得他的这个 亨达的喜美 是有办法来拉这条船的 So I took him down to the automotive department 所以我就带他去了汽车部 And sold him that 4乘4的blazer 这反正就一台车 那这个4乘4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四轮驱动 所以我们英文这个4乘4这个X 我们不念做 这不念做4x4 No 这个念成4x4 所以这里的X念的是by 理解一下就对了 那有时候你会在车上 看他写的4WD 这WD是 就是wheel wheel就轮子 drive就是开 所以这个4wheel drive 一样的意思 就是四轮驱动车 四轮驱动车 拖着动这台船 OK 所以老板就说 A guy came in here to buy a fishhook And you sold him a boat and a truck Right 所以一个家伙进来 然后要买鱼钩 结果你竟然卖了他 一条船 跟一台truck 这样子 Kid says No sir 不是 不是的 He came in here to buy a box of tampons for his wife 他进来 是为了要买一盒 tampons 就是 那个 我突然想不起来 不是卫生护垫 是插进去的那一种 棉条 对不起 所以他竟然是买一盒棉条的 for his wife 为了老婆 然后我就说 Well you wicked shot you might as well go fishing 对不起 我卡了一下 所以他就 Well 那你的周末就完蛋了 为什么完蛋了 你老婆月经来了 那你的周末就毁了 对不对 没搞头了 所以这里用的 shot这个字 也是很特殊的 我觉得蛮特殊 因为我蛮少看到 那似乎 Reddit上或许还蛮OK的 所以你的周末就回了 you might as well go fishing 那你干脆去钓鱼好了 就说 哦好啊 过来地了钓鱼 然后才 所以经理误解了 经理以为说 他竟然是要买鱼钩 然后你卖了他一艘船 跟一个truck吗 不是 他是竟然买卫生棉条的 好笑吗 我觉得还不错 OK 最后这个punch line 蛮好的 好了再看一个小话 last one one last one before the weekend starts 这边说 a man dies and arrives at heaven 一个人死了 死了之后到了天堂 OK as he's standing at the pearly gates 我们讲到天堂都会有一个大门 天堂大门一般来说 就是这个固定用词 叫做pearly gates pearl是珍珠 所以都是珍珠的这个gate 我相信他的珍珠的概念 其实也就是那个云的那个样子的一个比喻型说法就是了 OK 所以这个pearly gates he notices a huge wall of clocks behind st peter 他们说这个圣彼得就是看管天堂的大门的人 所以他注意到后面有一个墙壁的这个石钟啊 在圣彼得的后面 he asked 他就问了 what are all those clocks what are all those clocks 那这些钟在干嘛的 st peter reply 他回应了 those are lie clocks 所以那些是骗人 就七计算谎言的时钟 lie clocks every time someone tells a lie the hands on the clock move OK 所以这里这个 hands on their clock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算是我标题里的一个词 就你的时针分针啊 就是hand这个字 就是手这个字 OK 手这个字 so oh whose clock is that 那个钟是谁的啊 he says pointing 他就说着然后指着 that's mother teresa's clock its hands have never moved 那是德雷莎修女的 他的这个时针分针 从来没动过 因为德雷莎修女不说谎 酷哦 wow and whose clock is that 而那又是谁的呢 that's Abraham Lincoln's clock 这个Abraham Lincoln 就是那个 我们知道的美国 林肯总统 他有一个绰号 叫做诚实的爱博 这个Abraham可以 省略成Abe 所以他们叫他Abe Lincoln Abe Lincoln OK 所以刚刚讲的 诚实的爱博就是 the honest Abe honest honest Abe 所以 他的绰号是诚实的爱博 所以表示他是个很诚实的人 so that's Abe Lincoln's clock its hands have only moved twice 所以他的这个时针分针 只动过两次而已 因为不太会说谎 我还以为两次是 是不是林肯在这人世中 说过两次很大的谎 被抓到还是之类的 那找不到 OK 找不到他特别讲 哪两次谎是特别著名的 没有 如果你有找到 你可以告诉我 所以这叫又问了 那请问Boris Johnson的clock 在哪里 Boris Johnson是谁 英国首相 英国首相 这个clock在哪里 Saint Peter说的 We're using it as a ceiling fan 我们把它当成 天花板上的 那个fan 所以表示这个人 说谎诚信 他的时针分针 疯狂在那转转转 当成一个风扇在使用 好了 讲到这里大概可以了 希望你 我们边讲 我们不要 就不要讲完以后 听懂的人都已经听懂梗了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故事 重讲一次就比较无聊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了 边讲边解释 边念边解释的方式 希望你喜欢啦 那这些词大概不用再讲一次 其实你应该是记得的 那就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 我是Paul 我们下周见